每日 走了 还有表示尊称您 或者是表示第二人称附属你们的 我们在之前呢 已经认识了这几个 那其实呢 法语当中的主语人称代词 一共有八个 今天呢 我们就要完整的来认识他们 一起来看一看这八个主语人称代词 我们可以看课件上的表格 左边的这一列呢 我们已经都认识了 他们表示的都是单数的人称 我 你 他 他 那么右边的这一列呢 都是附属的人称 路 我们 路 你们 或者 您 异了加上一个S呢 就可以表示男性的他们 那么同样的L后面加一个S呢 表示女性的他们 那其实呢 不管是单数的异了L 还是复数的异了L 他们也不仅仅可以用来指人 我们之前也讲到过 法语当中的名词呢 都是有阴阳性的 所以如果是阳性的名词 都可以用异了来指代他 那阴性的名词呢 都可以用L来指代 好 所以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呢 就认识了法语当中完整的八个认称代词 那在有之前基础的情况下呢 应该不难记忆吧 这八个人称代词呢 是需要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来打握的 那么既然人称代词方面 有了几个补充的内容 那我们应该还记得法语里的动词 在使用的时候 都是要根据它的人称来做不同的变位的 所以呢 我们之前已经见到过的几个比较常用的动词 他们的变位呢 我们也就可以补充完整了 比如ET这个动词 嗯 它的完整的动词变位呢 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听着Leone老师来做一下 Je suis Tu es il est elle est nous sommes vous êtes ils sont elles sont 我们再来做一遍 Je suis tu es il est elle est nous sommes vous êtes ils sont elles sont 所以以后我们每学到一个动词呢 都需要掌握它这八个人称下的变位形式 而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呢 也可以像刚才雷老师念的那样 比较有节奏感的 把这八个变位一个一个的做出来 这样是不是比单独的一个一个去看要好极多了呢 嗯 所以大家也可以跟着我再来做一遍 ET的动词变位形式 Je suis Dieu il est elle nous sommes vous êtes ils sont elles sont 这是我们之前学到的ET这个动词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几个例句来更好地掌握它 比如 我们是中国人 nous sommes Chinois nous sommes Chinois 他们是西班牙人 ils sont despañol ils sont despañol 注意后面的形容词也要根据主语来做信述的配合 因为我们他们都是附属的 所以我们都要变成附属的形式 只不过呢 Chinois这个词本身就是S结尾的 所以我们可以不加 但是Espaniel后面的S 我们可不能忘记掉了 嗯 那我再考考大家 如果是女的他们 他们是西班牙人呢 elles sont despañol 那他就要使用阴性复述的形式了 我们一般是先变成阴性 再加上S Español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呢 ils sont elles sont despañol 这里的连诵也是必须的 那么除了ET 我们还学了哪一个比较常用的动词呢 还有说 parler parler 八个人称下的变位分别是怎么样的 它和ET 呢 还不一样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je parle tu parle il parle elle parle nous parlons vous parlez il parle elle parle 我们再做一遍 je parle tu parle il parle elle parle nous parlons vous parlez il parle elle parle 有哪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首先左边这一排单数人称下的变位呢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只有一个和别人不同的 那就是du后面的parle 它是需要加上s的 虽然从发音上听不出来 但是在书写的时候 这个s是不能少的 je parle tu parle il parle elle parle 而右边这一列 附属人称下的变位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第三人称附属 il elle后面的变位 parle 这里的词位 ent是不发音的 好 注意了这几点之后呢 我们再来做一做parle的 八个人称的变位 je parle tu parle il parle elle parle nous parlons vous parle il parle elle parle 那肯定有同学觉得 这个动词变位怎么这么麻烦啊 那我岂不是以后学一个动词 就要背这八个变位吗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呢 其实说到过 有很多以er结尾的动词 它们的变位都是一样的 比如这里的parle 还有我们之前看过的aime i 那今天呢 梁荣老师就正式告诉大家 在法语当中 这些以er结尾的动词 它们都属于第一组动词 什么叫第一组动词呢 那法语当中的动词呢 分为三组 第一组 第二组和第三组 而这个分组的依据呢 就是它们的变位形式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学习到 以er结尾的就是第一组动词了 那它们的变位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了barle的变位 接下来 我们再看到以er结尾的动词呢 其实也是万变不离其宗 都是同样的词位 比如我们这一刻将要新学习到的一个habiter habiter 它也是以er结尾的 所以它的变位形式呢 词位都是和barle一样的 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看habiter的 八个人称下的变位 j'habit tu habite il habite elle habite nous habitons vous habitez ils habite elles habite 词位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呢 只不过呢habiter它是亚音h打头的 所以呢会涉及到一些声音和联颂的情况 我们再来做一下 j'habite tu habite il habite elle habite nous habitons vous habitez ils habite elles habite 那habiter这个动词呢 表示住在什么什么地方 比如 我住在巴黎 我们就可以说 j'habite à Paris j'habite à Paris 在某一座城市 我们已经学习过了 可以用这词a来表示 在巴黎就是à Paris 所以我住在巴黎就是j'habite à Paris 那注意 j'habite和à当中的联音 j'habite à Paris 那如果我要说 他们住在纽约呢 大家自己试一下这个句子 他们住在纽约 j'habite à New York j'habite à New York 这是我们这课当中 需要新掌握的一个动词 habite 表示住在什么什么地方 那通过parler和habite的变位的比较 我们今天呢 就学习到了法语里的第一组动词 也就是以ER结尾的动词 他们的变位形式了 那以后我们再看到以ER结尾的动词 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变位 那当然了 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呢 大家肯定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思考的 那在多多的使用练习了这些动词以后呢 我们会发现动词变位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在学习了法语当中的八个主义人称在词 和关于一些动词变位的知识之后 接下来再让我们对于法语当中名词的阴阳性 来做更多的了解 我们首先要掌握的一句话是 法语当中的任何一个名词 都是有阴阳性的定位的 也就是说 它不是阴性 就是阳性的 那我也经常听到同学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那是啊 我怎么知道这个词 它什么时候是阴性 什么时候是阳性的呢 嗯 那我们要记住这样的一点 法语里名词的阴阳性呢 它是名词与生俱来的 是像一个身份标签一样贴在上面的 也就是说 自从这个词产生以来 它是阴性还是阳性的 就已经被确定了 比如说 一朵花 就是 它是阴性的名词 而树呢 un arpe 树是阳性的 我们说一个男孩 un garçon 男孩子嘛 当然是阳性的了 那一个女孩呢 une fille une fille 甚至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 一张床 它们都是有阳性的 那桌子呢 叫做table table 一张桌子就是 une table 而床是阳性的 un li un li 从这几个例子上呢 我们就可以掌握到 法语当中名词的阴阳性 是与生俱来的 而在指人的时候呢 一个名词当然也会根据人的性别 而具有不同的词性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学生这个词 如果是男学生呢 etudiant etudiant 也是加一个e 就变成阴性的名词了 而如果是女学生呢 则是etudiant etudiant 所以我们在介绍自己的职业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到自己是男生还是女生 来对号入座选择正确的词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